那一年相遇 人生有了你 冬今如昔 要怎看这情意 相知相惜 不论你在哪里 人生里有了意义 因为有你 感恩导师 然后感恩天地 感恩主持人志颖哥 今天给我这个分享的机会 那感恩线上 线上以及现场的 所有超马家人的相聚 以及共振 那大家晚上好 好 我是怡慧 那今天呢 我真的觉得非常感恩 自己可以接触到超级生命密码 然后经由学习 以及整个系统的落实 让自己自身的这个能量有所转换 自身受益之外呢 也间接的让我的家人因此而受惠 那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我这个奶奶 以及我外婆的故事 那刚刚如同这个主持人介绍的 就是我的奶奶 今年已经高龄94岁了 那因为呢 她平常的身体状况 其实都是非常好的 可是突然在去年的12月份 就是过年前的那一段时间 她突然因为头晕 那医生建议要安排入院检查 那可是在入院的时候呢 其实奶奶的神智状态呢 其实是非常清楚的 可是在一入院住院之后呢 发现这个奶奶呢 晚上好像半夜起来 上厕所的频率突然增强 就是每半个小时 要起来上厕所一次 那那个时候 我的爸爸是负责照顾我奶奶的人 所以你知道照顾者呢 跟奶奶这两个人呢 就晚上一整个晚上都没有睡觉 因为都一直起来上厕所 那时候呢 医生也不建议装设挡药管 因为怕有一些其他感染的一个问题 所以因此我爸爸呢 在第二天晚上 也要持续去服事我奶奶 起来上厕所这件事情 可是呢 就在这个第二天晚上 要服事我奶奶 起来上厕所的过程中发现 我奶奶开始对于一些空间 还有环境上的认知 就是有异于平常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呢 他会把这个厕所误认成是厨房 然后就说 哎呦我不要在厨房尿尿 然后就直接尿在裤子上 或者是呢 他会把这个镜子中的世界 当成现实世界 比如说要去转这个镜子中 里面的水龙头 然后或者是呢 会把这个病房 当成是他乡下的菜园 然后就会说 哎呦下雨天的那个 那个环境怎么那么多 诸如此类就是对环境 判断异常的一个现象 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 他的这个行为也有 就是像有退化到像小孩子一样的情形 比如说 他需要人家拍拍手 他才要吃饭 或者是呢 你一定要拿玩具给他玩 他才要吃饭 就这种诸如此类这种情况 让其实我的爸爸也非常的头痛 那那个时候呢 我们就想说会不会其实是因为晚上没有睡好觉 因此我们就想说不然请医生帮奶奶打个安眠药或是镇定剂 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一下也好 可是没有想到不打镇定剂还好 一打完之后呢 完全睡不着起不了作用 每五分钟呢还说我要下床 然后再过五分钟就我要下床 所以搞的呢 其实我们已经就是连续换了两个专业的那个24小时的看护呢 都没有办法就是好好的照顾奶奶 那那个时候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呢 医生呢就告诉我们说 你的奶奶有可能呢 就是有失智的一个现象 那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消息对我们家里的人来说 其实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因为我的奶奶虽然已经高龄94岁 他虽然没有念过书 可是呢他是可以把 比如说像心经啊 米勒真经这种很长的经典呢 一字不叉的把它背出来的人 怎么可能会失智 就是在我们的那个想法而言 就是觉得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 那可是因为就是辗转 就是从这个医院院方的这个人员的口中得知说 啊这个我奶奶住的那一张病床的前一个病人 就是刚离开 那我们我因为自己本身有在学超码 我就想说会不会是因为有这样子能量场的一个干扰 而有所影响 因此呢就回家之后呢 我就准备了所有的超码法宝 包含我们的超级生命密码 那个疗愈权力 然后还有蛋蛋机呢 就把它再隔一天呢就送到医院去 然后呢把书呢就放在奶奶的枕头下 然后把蛋蛋机呢挂在病床床头 然后24小时播放港恩四军记 然后呢再立马回家就是做新法 然后呢并且呢在新法里面呢 就是呃跟这个奶奶的负能量呢 做一些就是就是忏悔 也就是呃跟奶奶负能量说不好意思 那如果说真的有冒犯之处呢 就是请她呢能够高抬贵手 然后原谅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那因为其实奶奶毕竟已经高龄94岁了 所以我们其实做晚辈的也只希望她可以好好走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新法里面发出了一个祝福的心愿 然后并且帮我奶奶呢 注印了一点疗愈权力 然后还就是去发书 然后并且把这些功德就是回向给奶奶 那结果呢就我也没有 其实也没有做太多的想法 我想说那就是祝福奶奶 然后随顺姻缘 那没想到再隔一天 我再打电话给爸爸 然后我就问说 欸爸爸啊 那个奶奶的状况好一点了吗 那爸爸就说 欸奶奶可以突然可以睡着了 而且呢 还一睡就睡了6个小时到8个小时 那她的精神状态呢 也就完全恢复正常 也不会说要吵着要玩玩具 或者是你要排手她才要吃饭 就好像就是昨天的事情 就是在今天这一秒就突然被天地给拨转了 那我真的是看到这样的情形 真的是非常感恩导师 然后感恩天地 然后感恩太阳公共的帮忙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的发生 其实那时候在我们家属的心里是非常紧张的 那也因为就是天地这样子的一个帮忙 让我们真的心安了不少 然后也让我们觉得说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 有了超级生命密码 反正心中有了依靠一样 然后也有一套就是非常就近 而且可以真正解决问题的解决之道 那奶奶现在呢 就是出院了 然后也过得非常的好 然后爸爸呢 因为奶奶平常一个人想到 这时候呢 我们家又出现了另外一个难题 就是我的外婆突然因为腰就是脊椎受伤 然后呢 必须要就是开刀 可是因为我们讨量到她的身体状况想说 不然先接回来照顾一阵子 看看情况如何 那没有想到呢 就接回来的时候 因为腰受伤的病人 她有一个问题 就是她必须要长期的 那几三个人呢 都没有办法睡觉 因此我们又决定再请24小时的康护呢 来帮我们照顾 可是呢 请康护来照顾 奶奶还是常常喊她腰痛 所以后来我们就下了一个决定说 好那就让她去动脊椎者手术 那真的非常感恩天地 这个手术非常的成功 然后呢 奶奶呢 我的外婆呢 也因为就是这个手术之后 当然就是她比较可以去走路 可是她的状况就变得非常无理取闹 就是从出院之后呢 回到家里 她的状况就变得非常无理取闹 比如说呢 她会把这个药丢在地上 就说我不要吃药 然后就直接把药丢在地上 然后或者是说吵着说 我要去车站 我要回家 然后呢 我妈妈呢 就是也拗不过我的外婆 所以呢 就每天就会带着我的外婆去车站 然后请账务人员配合演出说 你跟她讲 没有在卖这个车票 然后每天呢 就会一直不断上演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那到最后呢 这样子的情况呢 是 到最后 是我外婆还会出现 会打康护的状况 所以这个康护也做不下去 那我们就心想这怎么办才好呢 那因为那时候恰巧遇到过年 我就想说不然这样好了 就是本来要包给外婆的这个红包 我就把她拿来祝印疗愈全力 那当然也就是 就是如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方法呢 我又再做了一遍 然后也在刑法中呢 请求太阳公公 然后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外婆的不能量 那很幸运的 就是外劳呢 很快就请到了 而且在申请这个八十两表的时候呢 一个礼拜就申请到八十两表 然后一个礼拜呢 就请到了外劳 结果没有想到 外劳度了二十几天 跨外劳的身体出状况 外劳的腹部突然长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肿瘤 然后我们想说这怎么办才好 结果呢 这个仲介公司跟我们说 如果假设这个外劳的这个肿瘤呢 是恶性的话 那你们就要再重新另外申请外劳 你必须要等这个外劳康复之后 遣送回印尼 你们才有办法再请新的外劳 那真的就是真的还是很感恩天地 因为还好这个肿瘤只是一个子宫肌瘤 然后只要把它拿掉 然后一个月修复期之后就会没事 可是这一个月的空窗期 真的是也让我们非常的伤劳 因为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人照顾 所以才会请外劳来照顾 结果现在外劳也生病了 那因为我之前就是都陆续 就有帮外婆做一些工等 那这时候我妈妈就召开的 这个兄弟姐妹的会议 把我的这个舅舅阿姨就邀约过来 然后没有想到我的舅妈恶话不说 就说好来外婆她要接回去照顾这样子 就是顶替这个外劳的这一个乱空窗期 然后我们家就瞬间就变得非常平静 因为刚好我的奶奶的外劳也请到了 所以奶奶回乡下了 然后外婆到舅妈那边 所以我妈妈终于可以好好的睡觉了 然后我真的就是非常感恩天地 就是让我们真的就是可以运用这种很简单的方法 去拨转生活的境 因为在超码里面真的让我见识到非常立即有效 以及快速的方式 而且真的让我见识到什么叫做一秒拨转 真的天地要助你的时候瞬间就是拨转了 然后我想要以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就是提供给 现在可能还在困境的超码家人 其实不妨就是真心用书中的方法来做一个实验 然后好好的运用这样子的方法 来拨转自己的一个人生地图 然后如果你现在很幸福的 然后也希望你运用这个方法让自己更幸福 好 那我今天有分享到这边 谢谢